媽媽, 走開, 走後一點 好, 完成 我是月珠,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紅蘿蔔韭菜餅 大家以前看過我的 蘿蔔煎餅 其實很簡單很好吃 大部分煎餅 都是用白蘿蔔做的 甚至乎用蝦米就可以了 今天我想起以前 媽媽說的年代 真的有做這些 韭菜紅蘿蔔餅 其實挺好吃的 其實紅蘿蔔 怎樣做煎餅 大部分都是做煲湯 其實紅蘿蔔有維他命C 而且增加色素 挺香的 有獨特的氣味 現在夏天沒胃口的時候 吃韭菜是非常好 因為它有通便、殺菌、燒鹽 增加食慾 所以放一些韭菜 這些韭菜我買了 兩元而已 在街市買兩元韭菜 不過你快買兩元韭菜 是不會給你的 你一定要買個 紅蘿蔔 給我兩元韭菜 我要來煎餅 一點點就可以了 它不太願意的 紅蘿蔔五元 那就可以了 買五元韭蘿蔔 它會收幾個韭菜給你 熟的 它會放一條蔥 放一條蔥下去 因為會香很多 其餘的材料就是 紅蘿蔔、韭菜 麵粉 最主要 麵粉 大部份 高筋、低筋 不用理會它 因為只是希望它脆口 而且有部份 混了很多另類粉 因為我們做一些簡單 我們只是希望它脆口 所以我只加麵粉就可以了 高中低筋也可以 我們要來開水 這個大概是200克左右 拿兩隻雞蛋 馬上做給大家看 所有的材料先洗乾淨 養散少許韭菜 因為瓶乾少許水 才可以的 蔥也要先洗一下 對了 反過來 蔥也要先洗一下 先洗一下水 紅蘿蔔也要剔皮 剔皮之前 也要先洗乾淨些泥 好 過來這邊 紅蘿蔔 我們先剔皮去 紅蘿蔔要切肉絲 才好吃 太粗就不好吃 我先剔外皮 不用急 慢慢做 有時不只是用白蘿蔔去煎頂 紅蘿蔔其實都可以的 甚至乎青蘿蔔都可以 因為它每一種蘿蔔都有它獨特的香味 蔥兩個頭就切齋了 頭和尾段 好了 切了去 我們洗乾淨的韭菜 先切韭菜 韭菜頭比較硬 所以我們要狠一點不要 不要緊的 這些老一點不要 要嫩一點的 通常做韭菜餅和韭菜餃 大部分都是切丁的 切丁的 比較香厚一點 但如果你想有口感一點 可以切斷也可以 我們這次切斷 一段段 不用太厚 因為以前媽媽煮韭菜餅 是切斷的 我曾經記得 它有口感 只不過在炒的時候 炒得熟透一點 煎出來的餅 就比較好吃 我們這次切斷 其實切丁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切丁切斷都可以的 我們要加點蔥 因為有蔥的香 就增加味道香濃 蔥反而要切丁 切蔥粒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紅蘿蔔餅 蘿蔔餅 其實要多吃 因為夏天來說 那些小朋友 經常吃這些 就比你去買一包薯餅 薯片 我現在就是切這個蘿蔔絲 蘿蔔絲 我就這樣切 先剝皮 肯定它就容易切 那時候我好像做過 拍過什麼片 做過這個動作 我也忘記了 我上次拍過炒粉絲 也是這樣切到這麼幼 用這個方法 因為如果炒粉絲 你要融入粉絲 就必須要這麼幼 才可以 OK OK 開始炒香韭蔥蘿蔔 少許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所有材料 基本上紅蘿蔔 韭菜 蔥 就放進去炒一下 炒透它 因為如果韭菜是切斷的 就要把香味出來 就要炒得透一點 慢慢炒一下 不用急 什麼配料都不用 現在暫時不用加鹽 味料 因為一路炒 它有兩種 紅蘿蔔和韭菜的味道 就會互相推出 加了蔥就更加好吃 是不是很漂亮 先炒一炒 好 炒完之後 我們過來這邊 開粉 現在要開粉 這是麵粉 大約是200克 200克至250克 沒有所謂 然後放兩隻雞蛋 不用混合其他粉 因為如果混合其他粉 舉例 混合了糯米粉 它會比較黏 我反而不喜歡吃 因為有糯米粉 它黏 變得脆口 就差一點 基本上是屬於素菜 所以我不放鮑魚汁 我只放少許鹽 鹽 一點點鹽 就行了 不要太多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吃鹽 糖 點彎味 放少許醬油 不要緊 放少許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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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 不需要用細醬油 慢慢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這個稠度 要自己醃 不要太稀 不要太稀 慢慢攪拌 放少許醬油 大約200克 分開來放少許醬油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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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大家說 攪拌均勻 大家看看 不要太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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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只剩麵粉 沒有所謂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待會要慢慢煎 好 現在拿這些配料過來 炒得不錯 很香的韭菜味 和紅蘿蔔 配合得天衣無共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再攪拌均勻 再攪拌均勻 色澤就馬上好 全熟了 韭菜和紅蘿蔔 好了 現在煎餅了 我們下油 大約糊均勻 就行了 都需要多一點 大約是兩個湯匙 這裡兩個湯匙油 因為這些 胡蘿蔔餅 是需要油份去煎 慢慢燒 燒熱一點 因為我們是凍鑊下油 易潔均勻 就是這樣的 都用了很多次 現在就將這個 這個漿最重要 你看到 稀和稠要自己的衡量 我告訴你多少水 或者多少粉 都沒有用 慢慢下 我手也不夠力 好了 慢慢煎 OK 讓它煎一下 先把它煎一下 現在要把它收回小火 最小火 讓它慢慢煎 好 讓它先煎一下 讓它慢慢煎一邊 不用太心急 因為一定要煎得很香脆才行 煎了一會 用這些 慢慢煎 因為這麼厚的麵粉餅 一定要煎熟 有時候煎這些 你不要太心急 因為煎出來 不熟 就只會減 要每樣都給點耐性 你看邊就知道 邊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看多漂亮 但是現在就要翻 讓我拋一拋 媽媽要走開 走後一點 好 完成 唉 幸好 這邊一樣用這個火 是一樣的 慢慢煎 一邊煎 一邊有些 紅蘿蔔和韭菜味 切蔥段 就有口感 好 待會再和大家說 煎了一會 其實中心的位置 就最容易不熟 邊的那些肯定熟 好 現在我又要看看 那邊可以不可以 哎呀 哎呀 這個挺漂亮 反而更漂亮 好 現在先開大一點點火 讓它收一下油 先開大一點點火 先開大一點點火 先逼油出來 看到油現在慢慢射出來 聽到聲音 好 現在拿過來 拿過來 很大塊 很香 讓它吸一吸油 好 等我現在切開它 我覺得要有薄餅 要買那些薄餅 切開它 咦 我切得這麼肉酸 哈哈 好香啊 古靈精怪 切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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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翻一下 先翻一下 看看美不美 先看美不美 現在看就知道 哎呀 好 拿出去 再和大家說 韭菜紅蘿蔔餅 已經出來了 這些是以前媽媽煮的 都要試一下 這個是越南魚露 是胡志明市買回來的 很好吃的 吃了一枝 現在要開了 因為要點這些就沒得了 試一下給大家看 讓我拿一塊小小的試一下 拍了相片給媽媽 拍了嗎 哎呀 它這麼厚 你希望它真的熟 要用心 好像薄餅一樣 其實當薄餅就可以了 好 這個先試一下 開給大家看 應該是又嫩又脆的 這些邊位是很脆的 裡面就是這樣 韭菜紅蘿蔔 有些蔥在這裡 有一點蔥 應該就好吃了 點一點魚露 嗯 好味道 好吃 你看看多好 好香 味道全部齊了 再切一點點 我喜歡吃脆口 所以只用麵粉就可以了 你看多多紅蘿蔔 韭菜 口感很豐富 很簡單的製作過程 希望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這個 紅蘿蔔韭菜餅 紅蘿蔔韭菜餅